膝关节致患手术最常见的原因是关节的坏损 也就是常说的骨关节炎 这可能影响到整个关节 比如骨骨下端和颈骨的上端以及冰骨的背部 您的骨关节炎可能只影响关节的一部分 比如关节的内部 这种情况需要的是部分的膝关节致患 而不是全膝关节致患 或者所影响到的是骨骨的上面 即冰骨滑动的部位 也称为冰骨关节 这就需要冰骨关节的致患 膝关节的致患是通过在连结骨四头肌 与冰骨的肌腱处切口进入膝关节 然后将冰骨侧移而允许守住一身 将骨骨组件放入骨骨上面 将颈骨组件放入颈骨上端 冰骨组件放入冰骨下 部分膝关节致患也采用类似的方法 只是切口较短 而且冰骨只稍微移开 允许手术医生将部分膝关节致患的组件放入 正像这里你所看到的一样 为了让您看得更清楚一点 您可以看得出 关节的一部分完全正常 没做手术 另一部分是做过手术的部分 在冰骨关节致患的情形下 骨骨的上面受到影响 手术医生会将骨骨上面的骨头取掉一些 然后放置像这样的一个冰骨扭到冰骨下面 与那个组件一起移动 膝关节致患手术之后 您一般会在医院住大约两三天 有时也会多住几天 在医院期间就会开始让您做物理治疗 您要下床并且走动 手术之后 手术带来的疼痛会持续于两周 因此运动就变得极其重要 运动有助于您的腿 完全恢复运动功能或活动范围 如果您腿的活动范围未能尽早恢复 以后再恢复就会十分困难 您腿的活动范围恢复得较好之后 便可以开始力量地恢复运动 大多数情况下 到六到八周时 您就恢复得相当好了 因为骨关节炎通常都会影响到双膝 如果您不想再次经受康复过程 考虑同时置换双膝是合理之局 不过与一次只置换一个膝关节相比 双膝同时置换的医疗风险增加了一倍 有些患者关节畸形严重 只做一个膝关节而另一个膝关节严重畸形的话 便不能恢复及康复 对这些患者来说 同时置换双膝就会好一些